2024年11月16日 纳布勒斯温州五星户外队 前往塔布诺山脊 登山 不仅是一次身体上的挑战 更是一次心灵和精神的魔力 它让我体会到了生活的丰富多彩 领悟到了人生的深刻哲理 首先 爬山让我感受到了自然的壮丽与生命的顽强 当我置身于山巅 俯瞰群山 感受大地的宽广 我被自然的伟大深深震撼 山川壮丽 四季更替 每一个生命都在这里顽强地生长 这让我深刻理解到生命的宝贵和生命的力量 其次 爬山锻炼了我的意志和毅力 攀登过程中 我遭遇过疲劳 困难甚至恐惧 但我没有放弃 我告诉自己 我能行正是这种信念支撑我一步步向前 最终到达山顶 这让我明白 生活中面对困难和挑战 我们也需要有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 再者 爬山让我学会了团队合作 在攀登过程中 我意识到只有团结协作 才能战胜困难 无论是队友之间的互相扶持 还是集体力量的共同作用 都让我深刻体会到团队精神的重要性 此外 爬山让我更加珍惜生活 攀登过程中 我体验到了过程的艰辛 也感受到了灯顶的喜悦 这让我明白 生活中的每一个阶段 都值得我们去珍惜和体会 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 都是我们成长的一部分 最后 爬山让我思考人生的意义 站在山顶 我看到了更远的风景 也思考了自己的未来 我意识到 人生就像一次登山 充满了挑战和未知 但只要我们勇敢面对 积极进取 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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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